最近在逛一些社交平台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习惯 正在以一种时尚的形式 渗透到我们亚洲人这个群体 那就是美黑 美黑最常见的三种方式 第一个就是把自己涂黑 这种就有点像是人工染色 第二种就是直接去外面晒 还有就是去使用一些晒黑的设备 就是像日光床 他们俩都是要直接接触紫外线的 紫外线不管是从太阳里出来的 还是从机器里出来的 它都会导致皮肤的晒黑晒伤 最可怕的是有可能导致皮肤癌 紫外线是一级致癌物最高等级 很多人说不能抛开剂量弹毒性 但是紫外线是有累积效应的 只要多晒风险就会增加 给大家看一些美国的数据 五分之一的美国人将在70岁的时候患上皮肤癌 每年有超过9500人被诊断为皮肤癌 每小时就有超过两人死于这种疾病 皮肤癌的种类非常多 但无论哪种类型 紫外线都是它最大的危险因素 80%以上的皮肤癌都是因为紫外线 而晒黑设备的使用 更是让这种疾病逐渐年轻化 有项研究观察了63名 30岁以内就得黑色素瘤的女性 发现97%的人都使用过晒黑设备 很多美黑机构 它是怎么宣传自己的设备 一般都是说 他们的设备会把有害的过滤掉 只留下会让你晒黑的 有的还会给你加一点红光 告诉你不仅不伤皮肤还会护肤 事实上它确实过滤掉了一部分UVB 也就是防晒霜里边SPF对付的那个 但是它会大量的保存UVA 而且UVA的强度 会是普通日光里边的10到15倍 UVA的穿透力比UVB要更强 更容易造成皮肤老化和皮肤癌的就是UVA 所以这可能护肤吗 绝对不可能 即使是红光也不能抵消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 美国这边20多个州已经禁止了18岁以下的人使用室内美黑设备 而澳大利亚巴西和伊朗是完全禁止了室内晒黑 普通人的少晒永远是对的 好在现在晒黑的趋势还不算太疯狂 但是我看了一下国内这种店往往都开在一二线的大城市 针对的也都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 很多是健身的人群 然后往往呈现出来的也都是一种高大上的感觉 我今天的视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提高警惕 如果遇到有人跟你推销这种机器 千万别被忽悠 先考虑一下自己愿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 再决定要不要尝试 我自己是一次都不打算用的